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的长冰箱是一块融合多元族群的文化瑰宝 以阿美族为主 以涵盖布农族 葛马兰族 汉人等等 土地被刻画上浓厚的原住民色彩 坐拢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孕育丰沛的物种 栽培出长冰米 海盐等各式农特产品 我们的环境所产出来的优质的长冰米 吹着海风 还有洛山风 所以我们早有病虫害 所生产的真的是非常健康优质的长冰米 以物农产业居多的长冰箱 仰赖优越的资源条件 采用自然的有机农法栽种 培育出无独优良的长冰米种 我们知道我们长冰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 自然环境的一个资源跟条件 当然我们也会鼓励我们农友来从事很自然的有机的一个栽种 虽然我们知道有机的栽种可能产量会稍微的下降一点 但是我们也能够相对的能够提升我们稻米的品质 然后我们的价值也能够提升 由于长冰米结为一年一期的稻作模式 在修根时会种植青皮豆等天然肥料 使用这种绿肥方式续养地利 大概种植作物都会有常常出一个问题 说我们常常会吃肥会过量 那其实都是从吃肥过量开始产生了很多 植物的一些病害虫害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是比较没有那些问题在 自107年长冰箱公所推出了长冰米产地证明标章 将乡内生产的稻米经由残留农药和稻米品质的检验 透过安全农法符合农药残留标准 严谨的田间管理米粒品质达到国家CNS二级以上的标准 我们也获得智慧财产级的审核通过 就是产地认证标章的一个注册 那我们公所也建立了农药快筛的检验站 为农民的农特产来做把关 那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每年五月的盛夏时节 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与长冰箱 共同举行双浪金刚马拉松 吸引全国各地热爱跑步的朋友前往参与 使人们享受健康跑步的同时 徜徉于盗浪与海浪之间的闲情意志 因此被称之为双浪金刚马拉松 我们看到好多的跑者 除非是那种拼乘机的 一般很多的跑者是一边跑一边拍照 一边跑一边拍照 那种氛围感觉上很棒 色气啦啦队的整个动员起来 帮跑者们加油 让跑者感受到不一样的跑步的氛围 是非常欢乐的 上千人奔跑在笔直无际的金刚大道上 不同于城市路跑 身后伴随旭日缓缓升起 迎接暖阳曙光的展露 大自然的波澜壮阔 此刻耳边传来只有蟲鸣鸟叫的相伴 乘着拂面而过的太平洋海风 呼吸着长冰的纯净空气 在台东自在的慢跑慢活 海济活动是在我们安美组的文化里面 它每年的稻子出税以后 还没有收割之前呢 会办理这个海济的活动 祈求风调雨顺 会有一个好的丰收 我们会在海边来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海济庆典规划出热闹的原油市集 展现道地的美食特色小吃 展授浓鱼特产品 原著名手工艺品 吸引人们前来共襄盛举 借此推动在地产业文化与观光 设置亲子DIY体验 创意闯关游戏 为过程中增添许多趣味 开放搭乘观赏飞鱼 囤巾的体验船 伴着绵延不绝的海岸线牵引 蕴藏细数不尽的海洋生命令 饱览明媚且辽阔的海上风光 我们会用最原始的 我们小竹划的划船比赛 可能端午节 大家在赛龙州的时候 我们不一样的 我们是划着小竹划 另外竞技活动已包含水中拔河 展现奋斗不懈的精神 将文化意义升值人心 我们所要传达的是 重要的文化的传达 我们长冰部分族群 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在这里 和肉融融的一个相处 我们尊重每一个 不同族群的文化 长冰箱就像是一个 纯樸的象征 这里的人满脸上 永远挂着招牌的温暖笑容 抛开世俗的喧嚣 骑乘单车穿越在田园间 眺望山海一线的景致 亦或是不过黎明破晓之时 被晨曦温柔唤醒 旅人得以喜静疲惫 喜慕心灵 探访长冰之美